在众多的虚拟信用卡里 PokePay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一家 因为首先它的开卡挺便宜的 不管你开它家的虚拟卡还是实地卡 它的开卡费都不高 而且PokePay还经常做活动 能直接给你的开卡费来打折的 另外就是PokePay的使用费率挺低的 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怎么用这张卡就觉得刷着挺贵的呢 那可能是你没有用对它的优势场景 使用PokePay是有一些技巧需要注意的 这个视频我会给大家来介绍到 那高性价比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运营模式是否可持续 那它会不会跑路呢 我觉得其实是有这个风险的 我们每一个用户都需要关注这一点 那你可能会说了 那有这个风险为什么还要给大家来介绍呢 因为这个是整个虚拟信用卡行业的现状 如果你需要使用虚拟信用卡 比如说你要解决跨境支付的问题 解决你加密货币来消费的问题 你就得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 如果你承担不了这样的风险 就不要用虚拟信用卡 那如果你要用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 就是不要往里面放太多的钱 我们用多少 充多少 尽量的降低我们面临的风险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该怎么低成本的开卡 那PokePay呢 是提供了一个专处的邀请链接 这个链接呢会送大家开卡的底扣券 以及会不定期的发放一些福利 能够帮大家省钱的啊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点击进入之后呢 首先我们点击右上角英格里 18语言切换成中文 然后这里呢 它会自带一个邀请码 我们不用去管它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邮箱注册 也可以用手机注册 用邮箱注册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啊 就是你的验证码 可能收不到 会在你的垃圾邮件里 你要去查找一下 那使用手机注册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想开PokePay的实体卡 那你尽量用一个非大陆的手机号来注册 因为有的大陆手机号呢 它收不到3D验证的短信 那完成注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点击 立即下载来下载PokePay的APP 那不管你用苹果还安卓呢 都可以下载到对应的安装包 比如说我们用苹果来下载 那它这里还有一个安装的教程啊 你根据它的这些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能够把这个APP安装好 安装好之后我们登录进去 点击会员这里 可以看一下这个优惠券 你看送了你一张12.8U的抵扣券 这个券呢 就是你在开虚拟卡的时候能够直接抵扣现金的啊 这个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签到这里 有它现在进行的活动 比如说你连续签到几天呀 会得到不同的优惠券 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卡这里 看一下PokePay能开哪些卡 分成实体卡跟虚拟卡两种 我们先来看虚拟卡 虚拟卡这里分成星际卡跟尊享卡 两者有何区别呢 星际卡就是免月费 但是开卡费会高一些 那尊享卡呢 就是有月费 但是开卡费呢会比较低 这里呢 大家可以优先使用星际卡 因为星际卡你长期来看的话 免月费肯定是更划算的 但如果你就只是需要解决那么一两个支付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开尊享卡会更便宜 这里呢我们就以星际卡为例 点击来看一下 你看它的开卡费用是20U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个优惠券这里呢 那开卡费用呢就只剩7.2U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实体卡 点击立即开卡 实体卡的费用呢 正常就是108U 但如果你配合上它的活动呢 能够比这个便宜不少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我们在开卡的时候啊 需要进行KYC的 如果说我们要开虚拟卡的话 就只需要完成level1的认证 那完成level1的认证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这里呢 你其实不管你填什么样的信息 选择什么国家 它都是能够过的啊 但如果你想申请实体卡的话 你就要完成level2的认证 完成level2的认证呢 你就需要提供真实的信息了 提供你身份证真实的信息 然后完成相关的认证 那现在关于卡的情况 大家就比较了解了 那怎么往PokePay里进行充值呢 我们点击钱包 那PokePay它是一个虚拟信用卡 虚拟信用卡就是能够接受加密货币的充值 变成法币来进行消费的 那怎么充币呢 我们点击充币 我们先来看一下PokePay 它能够接受哪些加密货币啊 我们选择一下币种 你看这里有USDT USDC 比特币 以太坊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肯定就是USDT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网络 很多新手啊 对这个网络不理解 不知道这是个啥意思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就是PokePay在不同银行 开的不同的账户 那不同的银行嘛 接收汇款的时候 那这个汇款的费用呢 是不尽相同的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用过的 TRC20这个链啊 那这个链 它提币一次的费用就是一个USDT 这个费用呢 其实不是PokePay收的 也不是交易所 不是你的钱包收的 它就是你在提币的链路过程当中的损耗 那不同的链路呢 都会对应不同的费用 不同的到账的时间 你肯定就会想知道 那这里面哪个链 费用最便宜 性价比最高呢 其实就是这个BEP20链啊 这个是币安的智能链 通常呢 它会更便宜 而且到中的速度挺快的 那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用币安提币 通过BEP20来到BokePay里 我们先选择确定 然后这里呢 就生成了一个二维码 以及一个地址 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币安 如果你还没有BN的账户的话啊 我会把BN的邀请链接 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BN是全球最大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 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邀请链接 也会把新手奖励 给大家安排满 然后呢 点击资金 点击提线 提线 选择USDT 通过区块链转账 在这里呢 我们先选择主网 你看第二个就是BEP20 你看这个链啊 它的手续费 仅仅0.1USDT 相当于不到一块钱人民币 简直太便宜了 那到账的时间呢 大概三分钟 也非常的快啊 那通过BEP20呢 你不管来提币 还是充币呢 你都会毫无压力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把地址复制到这里 然后是我们要提币的金额 比如说我们提 100个USDT 你看这里呢 到账呢 会减去它的网络手续费 那我们就再加一个0.1 这样的话 到账就是100个USDT了 检查好信息之后呢 就点击提线 确认 然后进行安全验证 那现在提币的操作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等着到账了 那么回到PokePay里 好 那大概过了四分钟 PokePay就收到了100个USDT 一分钱都没有少啊 那现在提币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提币的时候 大家注意使用BEP20这个链 不要把链选错了 那就能够正常的到账的 那现在你的钱包里已经有了USDT 那怎么来进行买卡呢 买卡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美元 那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把USDT换成美元 怎么换呢 我们要点击兑换 在这里我们消耗的就是USDT 那比如说我们要把100个U全都给换掉 点击全部 那获得呢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法币 就是美元跟港币 那我们是要第一步先去开卡 那不管你是要开虚拟卡还是实体卡 都需要支付美元 所以我们就选择美元 那这里呢 就会告诉你会获得多少美元 但是如果你跟同时的汇率做一个对比啊 你会发现啊 那实际上这里有损耗的 这个损耗呢 大概是千分之八左右啊 这是一个他实际的损耗 那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兑换 那就显示兑换成功了 那现在我们的美元账户里就有钱了 我们就可以去开卡了 比如说呢 我们去开虚拟卡 就开这个星际卡 点击立即开卡 立即开卡 在这里呢 选一个议会券 哎 你看这里还多了一个50%的现金抵扣券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12.8U的抵扣券 然后进行相关的验证 去支付这7.2U的费用 就完成开卡了 那现在卡已经开好了 但是里面的余额还是零 我们要想使用的话 还需要往里面充值 那怎么进行充值呢 在这个页面啊 你可以看到已经开好的卡 比如我已经开了两张卡了 想充哪张呢 就点击这里有一个充值 在这里呢 输入想充值的金额 那充值它的损耗是多少呢 根据PokePay 它的规则啊 是1%的损耗 我们看看是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呢 我们充100个美元 你看这里显示 它有个手续费是1美元 就是1% 明码标价啊 没有问题 确认好之后呢 就点击确认 就能够完成充值 那如果你想给实体卡充值呢 我们在兑换的时候呢 就需要换港币 然后通过它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的功能 从现金账户把你的港币转到抵押账户 这个就是实体卡港币充值的过程 那PokePay充值的过程就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出来了 那整个过程的损耗是多少呢 首先就是汇率的损耗千分之八 然后就是加上充值的损耗百分之一 往高了算那就是百分之二吧 这个数字呢 大家要记住 这个呢 是PokePay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这个是实际的真实的损耗的情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美元的虚拟卡 该怎么使用 会更划算 更省钱呢 那我就直接把结论告诉大家 就是尽量用美元的虚拟卡 做美元的跨境支付 为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美元虚拟卡它的一个收费规则 你看这里写着 如果你的消费是小于等于10美元的 要收取0.1美元一笔 大于10美元就不收取 所以我们跨境支付的时候 尽量是超过10美元 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了 非常的舒服 第二个很重要 就是说非美地区支付 它会收取一个跨境手续费1% 最低的也要0.45美元一笔 这个你可能看起来觉得不算高 但是你跨境支付呢 还会有货币转换的费用 加起来呢 其实就挺高的了 所以说呢 咱们不要做非美元的跨境支付 那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首先就是我用美元来进行交易 你看我用PokPay呢 来支付了CHATGBT的Plus 这里呢支付了20美元 实际消费就是20美元 没有任何的费用 很舒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非美元支付的情况 比如说英镑 我们用PokPay给GifGov充值10英镑 你看它是成功的到账的 PokPay充值GifGov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0.45美元的手续费 当然了这个例子稍微有些特殊啊 因为本身英镑的虚拟卡就不太多 所以我们还是还得用PokPay来进行支付 那这0.45美元呢 也不算太多吧 这种场景用了就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人民币支付的情况 那如果你把PokPay绑在支付宝里进行消费啊 那我们知道支付宝它是200以上消费 会有额外的手续费 我们通常是200以内进行消费 但如果你消费单笔的金额太低了 比如你看我这一笔消费了大概5.6美元吧 它的手续费呢会更多是0.55美元 如果我直接消费你看200人民币一单的 反倒是0.45美元 这个就是因为你消费的太低的话 相当于PokPay的那个规则一规则二 它的费用就会累加在一起了 所以如果大家用支付宝绑这个虚拟卡 进行消费的话 单笔尽量往200人民币来刷 这样的话是更实惠的 当然了 还是鼓励大家直接用这个虚拟卡 进行美元的跨境支付 这样更便宜 没有其他任何额外的费用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港币的实体卡 该怎样使用更便宜 结论就是说 尽量绑定阿立培HK来进行消费使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实体卡 它的一些收费情况 首先实体卡 它也能像虚拟卡一样 进行跨境的支付的 只不过因为它一张港币卡 如果你支付一些美元的场景 它有货币转弯费 就不太划算了 当然如果你要进行港币的支付 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这张实体卡 当然是可以支持ATM的曲线 以及线下POSE机的消费了 只是说 它的实际费率是比较高的 并不推荐大家这样用 这样用的话 你当然会觉得它很贵了 这张实体卡的精髓 就是绑定阿立培HK进行消费 那关于阿立培HK 以及这个实体卡的实测的 一些细节情况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 这两期视频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那总结来说 就是你通过实体卡 来绑阿立培HK消费 它刷的是港币 它不会有任何的额外费用产生 那阿立培HK 如果你不实名进行注册使用的话 每个月你的限额是3000港币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限额有点低不够用 但其实有网友反馈 你一个PokerPay的实体卡 是能够绑最多5个阿立培HK来使用的 而你注册一个阿立培HK 其实并不难 你只要有香港的手机号就能注册 你可以用一个Fiber去买5个ClubSIM ClubSIM本身就是保号神卡 成本非常之低 你就能够注册5个阿立培HK 那这样你一个月的限额 就从3000港币一下变成了1.5万港币 那你所有的损耗 就只有充值的损耗 差不多2% 那这个损耗 你跟任何其他的虚拟信用卡相比 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说这个方法 是使用PokerPay实体卡的精髓所在 而且如果你日常不在乎这个损耗 或者想应急的话 这个实体卡 你完全可以用它拿来取线 以及线下Poskey来刷卡使用 好 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了 PokerPay怎么充笔提币 去降低列路的损耗 怎么使用美元虚拟卡 通过跨定支付的方式降低损耗 怎么使用港币实体卡 通过绑定阿里培HK来降低损耗 最后让你的锁耗控制到 也就2%左右 能够让你更便宜的用好PokerPay 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 关注PokerPay的风险 有什么风吹草动呢 提前把资金撤走 降低自己的损失 这边是什么东西的方式降低损耗